本场比赛这个上海队确实打的不错啊 四川队现在仅仅领先1分 李梦苦笑 这球裁判应该是吹乏了李梦的犯规哈 北京时间11月4号晚上的7点半 这场比赛新赛季的比赛啊 四川队赚了上海 也是本赛季的第六人的比赛啊 那李梦为了球队的六连胜 也是开局首发拼尽全力 现在拿到了六分 李梦含血首发 加上一号的王思宇 这是个人认为四川队的三叉季 进攻三叉季啊 四川队这边要做出换人调整 四川队换人 唐子婷上来了 在大运会发挥非常非常出色的表将 也是中国女郎的明日之星 唐子婷也是一位在大运会上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 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上来之后的三头三重 北师大的女郎也是之前 唐子婷 替换下韩旭以后啊拿球 李梦 给到唐子婷 呃四川 四川队啊 现在领先一分 赶紧调兵潜将 毕竟整体来讲唐子婷也有1米90的身高 这也是他的先天性的优势到目前为止 唐子婷场军也能在这个赛季 第一节比赛还有三分钟 11月4号晚上的7点半 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直播解说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哈 啊这场比赛的话 四川队要为自己的六连胜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除了骑兵除了陈燕宇之外呢 其他四名都不是在常规的首发阵容当中的 那么看看这个奇招在第一节来说 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到目前为止 紧咬比分 这球李梦给他发挥压力非常大 但是转身一路是找到了一个空档 抹进来 又是李梦 哎呀 这球欠缺一点运气哈 十八比十六而且开场很有意思 这场比赛真的是官场性十足 四川队这边是十岁头七中 而上海队这边的是十六头七中啊 两个队都相当高的一个命中 尤其是上海队 其实这个赛季 他们的这个投篮整体来讲 手感并没有那么的出色 两分半钟的时间 打一个留脚位的战术 一号的王思宇 王思宇突破进来 好球 哇真厉害哈 确实快 而且深情优势明显 身高来讲 一美八二在前方绝对又不吃亏 所以说 李梦身高一米八五 整体的能力很强 各种能力哈 远头 还有 这个突破 包括打篮下都是不错的 李梦的抢断 就是国家队的球员 跟王思宇的搭配是非常的默契 李梦一个交叉部给到这边高松外线的三分球命中了 第一节比赛四传队的首季三分球 全场的第一击三分钟 全场现在逐渐有一些拉开的趋势啊 看看上队这边还如何解这道难题 上阶的小延屋 球出底线 你看这边开始输输 开始有一些下降了 因为呃给到四传队拉开比分啊 应该所有的队伍都不好打哈 并没有那么够看 你看这球防守的还是不错的 呃就是漏了这个高松 而他们因为确实没有四传队那么的优秀 李梦 给到高松 一节比赛最后的一分钟 现在急需要有人站出来为球队吃鞋 四伏都想要突到湖顶位置 把秒钟的时间再转移外线再咬三分钟 可惜确实太长时间没有外线的出手啊 手感也比较凉 哦这球啊王思宇被断掉了 上海队现在第一节还是顶得住啊 这段时间四传队很稳了 攻守兼备啊 你看假赛奇 这球没有 但是篮板球抢到了 王思宇的两分还是不中 第一节比赛 对上海队最后一击的 压时间 黄思宇的抢断 外公的一条龙上进 压哨啊 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一 谢谢大家